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跟大家说是挺不幸的 什么意思呢 似乎今次新一轮的其他国家量化宽松 似乎连国家的市场都不移动 其实挺严重的 为什麽呢 今次我扔了钱进去市场 市场都不移动 虽然你说这样没跌 但大家要知道 你做这些事是真金白银扔钱下去 但市场都不上去 那是否代表了 其实你现在继续做量化宽松 是没有本的必要呢 大家希望理解这个问题 其实大家知道 现在一路出现的是 美国说加息但没有加 其他国家就尽快想 经济上回去但又上不到 结果呢 我们就已经变成了 你等他有议息会议的时候 你走去看看市场会不会移动 或者看看他加码那些量宽 究竟有没有力 但现在已经差不多叫做肯定 现在加码那些全部变成了没用 甚至乎 连累之前扔下去的那些 都变成了白费功夫 所以 虽然现在我们看到 美金反弹上来少少 但实际上 可能只是一个叫做反弹 可能之后美金会继续跌 因为一向大家都会觉得 美国是一个加息预期 所以美金升是应该顺理成章的 但现在连这一样东西都不见了 你说不是的 美金反弹了一点 不是的 美金只是叫做跌 原先升上来 如果你计算它跌那些 根本的美金就没有升过 所以看走势 先看欧元 其实昨天可以说有些足底反弹 不过记得昨天在节目里 应该告诉我 就算弹上来 可能都会建议大家沽回 因为如果现在看短线走势 你可以说是从上周四 就跌到昨天 就做了第一个反弹 所以昨天 都会建议大家先持有沽 即是先试一下在250买 420再沽回 昨天 250都不到 大家看到欧元 虽然昨天叫做先升 先升 不要说后跌 因为没什么跌过 但最主要应该是跟美金有关 大家看到昨天 其实美金开始跌下来 不过美金跌 欧元 因为欧元在美元指数里面 占的成分是超过50% 所以欧元应该一定会跌 一定会升回 但是 你见到的升幅 其实都受制了美金 不是说跌了很多 所以大家会看到 虽然昨天买就未必买到 其实我买是放了这个价 我放1320 你可以当是一个 小小分界位 现在欧元的小时图 都会看到 这条红色线 刚刚好 将上周的走势 和今周的走势 或前周的走势 明明分开 所以如果真的要买 可能真的要等到这些位置 至于今天怎么看 可能欧元 既然昨天买的蛋上来 又没有到我们的位置 但就已经上了 可能我会建议大家 可能去到1.1340 这些位置都会建议大家再沽 看看日元 日元 又是死症 钱是他有份出的 日元和英镑大家都要留意 因为两个国家都有份出钱 不过市场不移动 连他们自己国家的 区市或股市都不移动 那就更加不值 我理得你如何 继续加码量宽 或者你够不够胆 现在已经可以说 你的货币政策 在市场已经没有效 除非你破釜沉舟地 继续加码 加到它移动为止 否则你可以说 前功尽费 对于日本来说 我昨天也说过这个问题给大家听 看看绑 那绑也是上星期 第二次试 日元降 也可以常说 是加码量宽导致的 但是 这个消化了之后 那绑的获利反弹也不太高 一路都不能保持在1.33楼上 最好要高过这个价 才算是过了这个危险期 再看看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也是 好像上星期足底 但反弹也不太多 昨天是牛皮 澳洲指 澳洲指 澳洲指一样 其实理论上 你不能一天半天就产生 反而 现在美元的反弹 似乎来得不够名正言顺 所以昨天 结果美元也调整 不过因为上星期四到昨天 都有一个反弹 所以整体今天 可能形态或策略 就不太难决定 反而是能不能够 根据我所说的策略 多走一阵 后市便会明朗些 而大家会知道 始终今星期 有银行加年会 所以可能这样 会间接导致美元 可以再反弹多一阵 然后才到银行加年会 我估计会是这样 所以短线暂时会看 美元会进一步 有机会出现第二段反弹 但反弹走到多高 可能才可以揭示到 究竟后市美元 到九月会如何走 今日的节目才到此 我将会出现 明天是个人 都会出现 最后一分钟 有机会